由于输给上岗,比对手少4分,后面的比赛中恒大已经不容有失,一旦丢分很可能冠军归属提前尘埃落定,因此中超第23轮恒大战江苏苏宁、卡纳瓦罗表示取胜是必定的。 目标,但因连续战国安和上岗,再加上国家队的集训,恒大的体能能不能坚持全场人们报以观望的态度。 近日月媒广州日报,在展望这场比赛的时候就提到疲劳是恒大最大的敌人,并认为这场比赛的艰难程度不亚于前两场战国安和上岗。 对于这场比赛,该媒认为恒大必须拿下财保留争冠希望,有意思的是,恒大想八连冠,但其他人则希望打破恒大对联赛的冠军垄断,所以恒大的夺冠形势更不容乐观。 其实上一场可常战上岗,恒大如果直接前往南京反而更加方便和省力,但最后恒大还是决定先返回广州再去南京,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队员们感觉太累,想回家好好休息。 从这点可以看出队员们的劳累程度,要知道,恒大一周之内踢三场大战,前两场还是如跟踢决赛,一般的防守之争。 关于这场即将到来的卡纳瓦罗师徒之争,该媒表示,疲劳是目前恒大面临的最大敌人,但这场比赛的艰难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此。 前两场对阵国安,上岗的比赛,更重要的是,此时也正是恒大最容易松懈的时候,该媒举出历史数据,两队在过去的交锋中恒大战具绝对优势,但客场成绩恒大仅是三胜,两平二负,并且此前两个赛季恒大对阵苏宁客场战绩只有一平一负,言下之意恒大大意不得。 对于江苏苏宁的实力,该媒认为苏宁是本赛季失球最少的中超球队,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来考验恒大的风险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,苏宁核心无锡也表示球队已经做好对恒大针对性的部署。 文章后面还谈到高林和杨丽于因色黄停赛对比赛造成的影响,该媒认为高林的停赛影响较大, 同时该媒还提醒球队,冯萧婷和张林鹏甚至塔利斯恰都已经累计三黄,不注意的话,很有可能造成停赛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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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